这个是Joe,他很不开心 因为他问你玻璃股是否玩完了 他就持有福来特玻璃的665 他就37元有货 他就说现在怎么做好呢 他今早也跌得几急 就是满地玻璃税 是 还有他公布了业绩之后 就开始跌得很厉害 一些叫做见好消息就出货 是 典型的一些解读 是否真的就不知道 我以往光復股设备 观察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就是他们会轮流炒得几急 熟成两次的 譬如今次是多丁锡 可能没多久就炒了太陽能玻璃的需求 然后又反过去炒了太陽能的装机 甚至去一些发电厂 即使就算炒新能源 在新能源内的资金轮动也很快 所以我刚才所说 譬如剛才有些觀眾問太唐新人員 說太唐新人員就是永遠是最後一批想到的 因為他們的行業特色 但通常在想新年電池 甚至乎多珍貴這件事 玻璃都是比較當炒的一些設計 所以資金輪動是非常快的 所以這一浪 玻璃股這樣下來 其實我可以解釋一下 真是一些資金的輪替 反而不是說他們的行業出現了什麼問題 尤其是業績出現了 大家記得他們的業績也非常漂亮 複技華或者信義光能 業績也很漂亮 但剛出業績後反而是倒下來下來的 所以暫時解讀應該是一些資金輪替 所以你說到現在這個位置 它買入價是多少? 是呀 它是37元 現在是30元左右 是呀 虧了也接近兩成 我看你心不著急 如果我覺得這些高分 可能真的要再等一段落來 是有機會的 但可能時間性暫時很難掌握 因為資金的出入 不是說一些基本性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沒眼看了 可以自己先斬一斬一斬 否則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等一會 再穿到28、29元 真的要不要再考慮了 是 或者我又試試調轉地想 去到甚麼位置你覺得支持會比較大 其實現在我剛才看回 因為剛才按不到出來 是 現在再看圖 我剛才說的 現在下跌50天線 現在已經穿了 28.5元這個平台 就是它在今年大概在6月底 7月初時開始上升的那一浪 所以你說如果去到28.4、28.5元這個位置 其實是很關鍵的 你再穿下來就真的挺難看的 如果你說升軌其實一早已經穿了 不要說了 升軌大概在34、35時已經穿了 第一個關 第二個關就是看平台的位置 去到28.5元都穿了的話 那就相當難看 但我剛才也說了 似乎是一些資金輪替多於行業基本出現問題 所以你說你其實這個1、2、3、4 這個5個加約跌得這麼急 是不是這兩天再要衝下去28.5元 我就覺得暫時未必太慘 應該未必太誇張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嘗試看好一點 首先如果3元穿了 我不知道你只穿多少 它一手1千股 1千股就沒得到想 其實如果穩固一點 3元穿了就扔了 但如果你再不信邪 你站著等一會 希望有一浪升上去 那就先是28.5元 但你也想一下 你不要想著可以很快回家 因為你在說你37元 其實在說的幅度要升很多 才會去到那個位置 所以你不要太貪心了 如果你站穩 你升上去32、33元 其實你可以想一下 不如看看動力當時還不足夠 如果看到也是一個上午 又開始平衡了 去到32元 那你真的要止蝕了 就是要切一點 是的 Joe可以參考一下 Read的看法 比如說